放飯啦 甘願不休假也要吃的 員工餐 繁忙的餐飲工作中 員工最幸福的時刻 就是和大家一起坐下來 好好吃頓飯 在上海鄉村的員工餐中 有這麼一道特別的菜 讓廚師搶著做 長到的員工也大讚 好好吃他飯喔 讚耶 她是餐廳董事長奶奶 親自醃製的薛奶奶酸菜 從前勤儉的薛奶奶 不時浪費芥菜燒下來多餘的菜葉 便將他們撿來親自搓鹽 鹽子成酸菜 感覺你可以炒到這道菜 就是老闆對的一種認可 先切蒜頭 辣椒和酸菜 蒜頭爆出香氣後 加入辣椒 絞肉一起拌炒 這個酸菜下去之後 一樣用慢火 小火下去慢慢炒 把他的酸菜的味道炒出來 最後加醬油 糖 提味就完成了 薛奶奶的酸菜 不只鹹香下飯 裡頭濃濃的人情味 也讓人直呼好幸福呢 這奶奶親自醃製的耶 你們愛心滿滿多好啊 這是我們店才有的